在高雄市还有民众指控卖场怎么不诚实呢 他到熟食区用便当盒装炒饭来称重计价 但问题是他指控卖场人员是直接将便当盒跟食物一起称重 也就是说没有扣除便当盒的净重变重了 如果这今天是买的是单价比较高的牛肉 100公克就100元 那么便当盒起步就是变成要18块钱了 而不过呢我们上午也回到了这卖场发现 是已经扣除了便当盒的重量 来到卖场熟食区热腾腾的炒饭炒面 孩子冒烟通通以重量计价 100公克11元 但有民众投诉说称重计价 竟然连便当盒的重量也算进去 指控卖场不诚实 在结账的时候 他在称重并没有扣除那个容器的重量 等于是榨期的这种计价方式 这位先生两天前到大卖场买炒饭 指控卖场人员没有扣除便当盒的净重 他当场反映 称重发现便当盒18公克重 虽然炒饭很便宜 但如果每样都这样称 熟食家便当盒 只要单价越高 便当盒的价钱就会越贵 据例来说 要是购买每100公克就100元的卤牛腱 一公克一块钱 那18公克的便当盒不就要价18元 他认为卖场这不是坑消费者吗 如果今天你买的是比较高价的产品 如果说是比如说100公克100块的话 18公克的话那个盒子会变成18块 那这样子是不合理的 要请扣单 对对对 回到卖场熟食区 业者解释已经扣除便当盒重量 称重同时立刻扣掉18公克 现在食品安全让全国人心惶惶 消费者亦实抬头 称重计价 一公克也不能马虎 记者陈顾明高雄报道